毫无疑问,今天NBA的头版是属于热火和德怀恩维德的岁,生涯最后一季,面对未免冠军勇士,维德在最后时刻命中不可思议的三分绝杀,这些关键词让维德的绝杀变得更加伟大,不少媒体认为维德这次绝杀是年度最佳时刻,便是年度最伟大绝杀,赛本季,联盟的确上演过多次压哨绝杀。 但维德的绝杀肯定是难度最大的,瑞斯3A塞孔德莱夫特,巴尔伊沙特埃文因西斯汉兹耶特,内瑟奥夫西斯菲特阿尔贝辛德,兰,斯夸里德,罗维 特斯怀尔德特西斯萨莫豪雷斯尔特德因A加梅温宁三 PIC.TWITTER.COM-HMM3XYCG8Q 安索尼斯莱特地址服A-N-T-H-O-N-Y-V-S-L-A-T-E-R地址服2019年2月28号看看记者安索尼斯莱特是怎么解释的,比赛最后胜不到一秒时间,球甚至还没有到维德手里,维德的双脚也都没有踩在三分线外,身体也没正对篮框,这样还能命中三分绝杀实在太不可思议了。 是的,从这张图能看到,剩余的时间和他的双脚都让维德处在几乎不可能完成投篮的位置,被凯文杜兰特干扰后,维德的身体是朝向右边的,自己完全看不到还剩多少进攻时间,而且在这种超紧急的情况下,维德竟然还很清楚自己的双脚踩在三分线内,所以他迅速用右脚退到线外,同时抬起左脚避免踩线,然后再球。 落到手里的那一刻毫无犹豫直接出手。 落到手里的这球大家也只能跪了,推荐阅读,哪来爱迪亚致敬得老,李福斯,当时错过维德我很后悔,德克,他喊暂停我整个猛了影不止是慢巴精神,闪电侠绝杀勇士彻底引爆篮球圈,KD连喷TMD,CP3高喊手下刘晴影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走下来的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表现儿的灰国体感 þ allated没有别人